尊敬的赞友们好 我们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从昨天到现在很多国内的朋友 发来了各种的问 就是王岐山先生又当上湖南人大的代表了 又要当国家副主席了 又要处理中美关系了 你怎么看哪 我呢没有资格说 我也没有资格评价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说 通过过去一年的爆料和某些电视台 包括我们的班马陈平先生 可爱的小班马陈平啊 还有我们的豹子和和平先生 对很多政治判断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是很了不起的 你们应该以他们的判断为主 另外其他的所谓电视台 那有些离了大谱了 完全是胡舟八里 还有一些所谓评论人就胡舟八里 这个满脑子里边就是瞎想幻想 满嘴跑火车 大家不要跟着 如果王岐山先生当上这个国家副主席 那咱们的爆料是绝对成功 大家记得吗 十九大以前我说过多次 如果王岐山先生能继续做十九大常委 那是个了不起的事情 他没留下来 如果后来说王岐山先生直接当总理 他要当总理 那中国就是有福了 我们爆料就绝对成功了 那么他要当副主席 那要当副主席 那也是了不得了 那好事 任何懂中国政治的 任何有脑子的人 都要记住这句话 如果王岐山先生 他一人能改变共产党的 现在的规则和游戏 那这个共产党内部的盗国贼们 就该真正的 真正的到了完结那一天了 王岐山盗国贼要当了老大 他对付的是谁呀 他对付的就是那些九千万党员 那九千万党员和他的PK结果是什么 一定是盗国贼被灭 那不就是好了吗 王岐山先生如果是 现在就是像十九大以后 鸟无音信 这个隐居这个政治山林 不再出面 你还真没辙 那是高人了 那是高人了 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 这个盗国贼和正义的力量之间 还将有好几级的PK呢 像那星球大战一样 但是这种邪恶的力量 一旦站出来 拿着那个大黑棒那一出来 那白武士就出来了 那最终都有结果嘛 战斗都有结果 但是肯定上天 不会给我们那么好的礼物 不会给 所以说呢 很多判断 不要人云亦云 咱们拭目以待吧 谢谢所有的战友们 尊敬的战友们好 第二个我要回答的问题是 关于 我这春节爆春晚 大家很关心 还爆谁不爆谁的问题 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 春晚 文贵看春晚节目 大家一定要看 看完以后 你一定会觉得值得 千万不要把你的人生 让人家给娱乐了 还宣传了你 还洗了你的脑 那就是春晚 今天 今年的春晚 跟现在的春晚 跟过去的春晚 大家开心吧 被娱乐和娱乐大家 都是图个快活 开心 轻松一刻 偶尔的洗洗脑也就算了 现在已经彻底洗脑 而且是不但洗脑 而且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 因为 他完全脱离了事实 严格讲 他已经不是洗脑了 严格讲 他是实实在在的掩盖罪行 大家应该知道真相 不要被娱乐了 还远离事实 而下一个 被娱乐的结果 那就是要你的命 要你的钱 要你的老婆 要你的孩子 中国这些草根 这些穷人们 吃不起饭 上不起学 还有N个洋改完事件 在发生着 不能说简简单单的 说过个年 吃顿饺子 大吃二喝 都吃出糖尿病 然后脑子里边 也得了糖尿病 然后在精神上 也得了糖尿病 判断是非上 也得了糖尿病 这个是不好的 对自己的家人 和对自己 都是不负责任的 这是大家一定要避免的 文贵看春晚 就让你看到真相 提前让你预测到 在你生命中 既见发生的危机和危险 和对你父母 孩子 事业带来的 危机和危险 能帮助你解决 和解除这些风险 然后让你脑袋 不得上糖尿病 脑袋不得上 精神上不得糖尿病 在你身体上 和世界上 不得癌症 这是对你有巨大的利处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文贵看春晚 让你的家人 孩子 老婆 父母 都会更加的安全 要永远的快乐 而不是麻醉的快乐 而不是像吸了大麻 和吸了毒一样 得到的快乐 这是根本的 所以文贵看春晚 让你更安全 让你更智慧 让你更有钱 远离疾病 远离风险 这是核心的核心 谢谢大家 尊敬的战友们好 第三个问题 大家都是最想问的 最想知道的 昨天我不知道 盲牛子先生 录了一个视频 谈到了袁建斌先生 和陈军先生 还有曾鸿先生 首先我想大家要 澄清的事情 我看到了很多战友们 给我发的信息 非常感谢 我没办法一一而回 第一个呢 这个袁建斌先生 我从不认识 既没通过信 也没说过话 从不认识 关于他的事情 我以后再说 现在不到时候 有些事情 文贵是有战略 有战术的 等到大家都看明白的时候 我再说说 就像那八个伪类 十个伪类一样 那就必须让他们 有行动以后 有证据以后 美国才有法律 对过他们 但是这个事情 会很复杂 所以我不认识他 我也不想评价 这个陈军先生 我见过几次面 见过几次面 是朋友带到我家来的 大家还记得吗 刚开始包料 到了美国 四月份以后 有一个鼻子 这块 这个有一个伤 那鼻子那个伤 就是跟陈军先生 在我们家喝酒 喝多了 然后这个脸 鼻子碰到厨房上 差点给碰歪了 把我这脸给毁了 所以大概一个多月 那鼻子上都有一个伤 大概一两个月 这才好吧 所以陈军先生 我见过 喝过多次酒 但跟他半点合作没有 他没为我办过一件事情 我跟他也没有一毛钱的利益 关于他的事情 跟袁建平先生一样 以后我们再说 跟他没半点合作 他没帮过我一次 这个没有半点合作 其他如果有这方面 刚才你们问的问题 和发的信息都是假的 全是百分之百是假的 第三个关于曾宏先生 那我更也没见过面 也没打过电话 曾宏先生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 找了好几个我的朋友 需要法律上的援助 我们就找了 我们的DCG的事务所 安排跟他见了面 想帮助他打官司 告唐柏乔先生的事情 我们为此花了很多费用 后来这个发现很多证据上 很多方面上还不能满足要求 我们就暂时给他搁置了 所以跟他也没合作 我们只提供帮助 关于这三人就这么多情况 其他什么都没有 在这三个之外的背景 咱们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谢谢所有的战友们 不要着急 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一年什么不都露出来了吗 什么都露出来了 谢谢